我告诉你啊,马上过年了,要是还不会卤大肠,那你就把视频看完,做出来软烂入味,越吃越想吃,做法还特别简单,猪大肠加一勺食用油来清洗,你可能没见过,大肠表面的粘液是碱性的,食用油是酸性的,合到一起会起物理反应,反复抓三分钟,大肠上的粘液就掉了,再加水清洗,这时候你张嘴看一下,是不是特别干净? 每天都在用心交桌菜,给我个小欧心鼓励一下吧,非常感谢,洗净后翻过来,把油和淋巴摘掉,油不要摘得太干净,然后冷水下锅焯水,加白酒去腥,焯出沫,捞出洗净,再放回锅里,加葱姜蒜,干辣椒,六七块冰糖,一勺生抽,一勺老抽上色,再加一勺黄豆酱,盐,半瓶刚捡的啤酒,放一个做卤菜专用的卤料包,不管是卤猪蹄,卤牛肉, 都特别好吃,加开嘴和大肠一瓶,扣盖卤一个小时,用筷子能轻松砸透,关火再泡二十分钟,这不就好了吗?过年坐上一盘,全家都爱吃,赶紧试试吧!